大家好,我是象棋神教帅 咱们接着来看虎门公开赛 这是十六进八 咱们基本上都讲了一遍 这盘棋咱们主要看黄光颖的棋 因为它是上一届卫冕冠军 看看这盘棋能否战胜对方 晋级八强最终卫冕 开局是中炮对平风 黑方走的先进三足 中规中矩 两头蛇 红方的是吃一个母举实惠 还想吃另外一个 人家飞了个相 出局呢这边还是先手 但是点不过去 只能寻合 因为它炮在祖金县 到这儿人家顶得河口了 现在红方挺个边兵 一一带牢 黑方这部打局很巧妙 你不能吃马 他足三进一拱局 将来打局吃双局 哇他真给吃了 因为你不吃躲开 他一踩冰也没啥便宜 这棋来了个一卷 真厉害 可能这棋是不是 不要砍炮 还是怎么样 看一看 吃掉了 这个棋的意思主要是把这个兵可能削掉吧 那黑方要不要马尔进一吃一个呢 因为马尔进四好像暂时没看到什么棋啊 这位抓一下 黑方又送一个 这还挺大方的 红方到这儿应该是占优 黑方一换 强掉 到这儿他就要进去吃马 那怎么样保住这个马成的关键了 那正常应该上马踩炮 但是对方一穿僵还是有骨气 他平均啊 意思是你一吃他看住 对方甩过去 意思是我一吃你 看我推炮一打 看样子飞吃这个马不可呀 上去了 这个时候上马就比刚才更稳健一点 因为刚才下底炮确实是不好处理啊 其实也不怕 为什么呢 刚才下底炮一将普格式 你分边人家上马给你对炮了 红方有个鞭炮在这里 所以应该是没起有凝无险的 但是临场还是有过去 到这儿锁住吧 冲兵 这个兵送给他 他过来还是一个到底啊 那么这儿他可能刚才就怕人家先锁马 后下底炮 红方这个马上去就挺厉害 将军 将军呢到这儿肯定裸向了 抓那就上 这个冲足是不给他这个马过去 现在摆在红方面前录 要么就是冲中门硬过 要么就是把石像补一下 因为基本上确实挺空虚的 他冲这个兵 好奇 他上马的进8 这个厉害 对方点进来要打 那肯定要回向 是不是要走个G8推二呢 果然如此啊 那走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要怎么下 吃着像 回马 这个棋子应该说是一种非常稳健的思路 到这儿的话 他对着炮 换掉 吃掉 吃完之后 红方完全可以马六星8 然后呢 找机会去抢对方的猪啊 有求和机会 毕竟人多是众嘛 这部G走得一点差了 结果被人家把马给锁住了 到这儿你没骑了 得一吃马 你一走啊 现在这个骑啊 就危险了 因为他随时呢 可以把你中兵抢掉 破像 在这儿你吃像 人家刚才可以飞像 人家都不要 很明显 他现在准备双击偷袭 这边这个像也是个问题 所以在这儿可能还 暂时都不需要过足了 他拘往下一点 把像一破就直接赢了 这个棋确实是 大意了 红方布局还是不错的 但是后边的话 这个前面控制好 最终导致了舒淇啊 那机盘棋黄光影啊 晋级的八强